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所以师父给你们讲 永远去创造机会去做功德 那是一个智慧的勇敢者 抓住机会 今天有机会我做功德了 我好好做 好好对人家喊 好好地帮助别人 很多人是等待机会去做功德 那是愚者 哎呀有机会来了 我可以做功德了 哎呦要开法会了 现在师父法会越开越少了 等半天才能有点功德 功德靠你自己去找的 你们很多人来到这里 这里没功德做啊 你把楼梯杆查一查 你只要在观音堂里 擦擦地板 擦擦墙壁 做一点什么事情 普查都看得见 就是功德啊 你帮别人放放椅子 帮别人端个饭 端个菜 端个茶 你难道不是功德 要这里去找的 不是说等到有功德来了 你才去做的 所以过去有人就说了 你眼睛里要有事情 老板喜欢眼睛里有事情的人 也就是说这个人 如果职员在单位里 看到什么 一会儿东西弄一弄 把这个东西 哎利好什么 老板就很喜欢 这个人很自觉 有些人那一下 看不见一样 你去做这个呀 哦去做了 做完了又停下来 你做那个呀 又去做那个 我不是曾经告诉过 你们一个故事 一百多个人去应聘 在一间房间里休息 说好两点钟 老板出来跟他们应他 但是到了三点钟 老板都没出来 大家都在等 有一个青年 穿得干干净净 也没有什么特别 他一直在那里站着 很安静地在等 看见地板上 有脏的东西 他就顺手 把它捡一捡好 看没有垃圾桶 放在自己口袋里 结果到了三点钟 老板出来宣布 大家可以回去了 今天不interview了 最后给那个人发通知 因为老板在摄像头里 全部看清楚 玻璃上 就是那种玻璃啊 可以从外面看到里面的 全部看清楚 就是第一个 做领导 做老板 必须有耐心 在一个小时等待当中 他一直没声没响 一直站在边上 很稳静 其他人还不来看手表 讲话呀 聊天呢 这种人就是做不了领导 第一是等 有狠心 第二 眼睛里有东西 看见脏的东西 马上剪掉 马上出 老板觉得 这种人是有主动性的 有进气性的 这种人就能做领导 做经理 看见到吗 这世界就这么简单 所以有时候跟你们说 不要去等待机会 去做功德 要创造机会 去做功德 所以 还有一句话 要叫你们记住 如果是名师 不是有名的师父 是一个明白的师父的话 他会逼你 逼出你内在 无限的潜能 你看师父就是 经常逼你们 我逼着你去念 逼着你去学 逼着你 改掉你的懒惰 改掉你身上的毛病 你会有无限的潜能出来 你说哪个人没有本事 这个世界上 你谁都不能小看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本事 这个世界上 你小看别人 让人家看不起你 你有多少本事 你以为 这个世界上 山外有山 天外有天 没有一个人没本事的 所以你们不要太自卑 你们都有 佛菩萨的 这种无限的潜能在心里 所以你们是有基础 修心 记住师父一句话 需要基础 没有基础的人 修不好心的 所以 我们的命 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 很多人拜佛 以为命 掌握在菩萨手里 有的人以为命运 不是在自己手里 实际上师父告诉你们 如果 论因果 就是你自己 拥有你自己的命运 你种了因了 就会得上了果 你今天去找死的因 种下去了 你就会找死的果就来了 很多人去贩卖毒品 他就在找死了 果报来了抓到 可能一年两年 你可能会 不被发现 但是时间长了 你被发现 终于有一天 你找死 你就会不会被枪毙 所以因果 论因果 所以菩萨跟我们论因果 讲道理 就是说 一切未经造 都是你自己 造成你的命运 所以很多女人 捉啊捉啊 要加这个 加那个 其实有三四个男人 在手上 他非要找一个 哎呀 最圆满的 没有的 不可能的 找得到吧 白马王子 找得到不了 白马一大堆 王子没了 不要跳啊 跳到后来 一个都没有了 很多女人一辈子的命运 到跳到后来 就是没有了呀 当然了 有些女孩子 现在境界高了 说 就菩萨给我的 让我跳啊 跳啊 一个都跳不上 最后清修了 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 学会什么 要放空 很多人经常说 我要空啊 空啊 什么都想通 就是空 空就是设设计是空 实际上不是这个概念 空是什么 空是能舍 难舍的你能舍 舍不掉的 你一定要舍掉 就是空 难舍能舍就是空 看得不好 放得下来就是空 你今天能够想通了 你骂我几句没关系 你今天能想通了 受气 因为你没有什么 气好处 因为他讲他的 你做你的 只要你对了 你就好好的去做 他能打你怎么样 老婆讲你几句又怎么样 老公骂你几句又怎么样 你的地位 在家里的地位没下来 老公骂你几句 你就从妈妈变成女儿了 老婆骂你几句 你爸爸家长就没做了 很多人就是个男人 在家里 还是谁老二呀 老婆第一呀 所以希望你们要放下 空就是自在安详的根 一个人能够放下 就是自在安详 自在干什么 自己想干嘛就干嘛 安详是什么 平安 吉祥 谁不想安详啊 你们想安详不来 想安详不要跟人家搞 好好好 没关系 好了好了 我知道我知道 你不对 这个事情明明 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不好我改我改 安详了吧 我什么都错了 你没错过 这事情是我错了 你问她 操啊闹啊 咦 这件事情 开始不平安了吧 那又暗想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做错了 暗想了 你这个脚不好 你改了 那脚好了不就是不老了吗 你说汽车老了天天休 你说汽车不老了吗 领老是新老了 新跟不上了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因加原等于果 因种因了 再加上这个缘分 你的果就出来了 你去种了这个因了 这个缘分 这个老板本来给你们好 这个领导本来给你们好 你再去种一个恶因 然后老板跟这个缘分一碰上 你的果就来了 你就会滚蛋 把你开除了 老婆已经受了你一辈子 也受不住了 你的因种了很多很多年了 只要恶缘一到 离婚 所以因加原等于果 缘分不到离不掉 听懂吗 你种再多的因 没有缘分 这个事情不会有果出来 所以只要你们今天说 哎呀出事了 记住师父几话 缘分到了 我讲话听懂吗 缘分到了 一个女人在家里 哎呦听老公一辈子的 哎呦违背诺诺 好得不对了 不可能啊 可能会背叛老公的 天天欺负她 天天骂她 哎呦 好好好 要是我不好 一个女人这样 等到那一天 缘分到了 她过去老公骂她的一辈子的因 全部种下去了 缘分到了 你的男的来找这个老婆了 或者老婆出来这天哪一天想通了 我算了 我不想再跟你这么一辈子 缘分到了 因家缘等于果 拜拜 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你每一件事情想成功 在这个世界上 我说是做事情 不是学佛 你要想哪一件事情 要成功 你们记住识乎一句话 靠的是什么 一个字 人 世界上要成功的人 就要学会人 人呢 一定能成功 你看很多人 怎么会做大领导的 人呢 很多人家庭 为什么能够保持的 人呢 很多人 身体怎么会越过 种种的阻碍 在自己最倒霉的时候 坚强的熬过自己的癌症 靠 忍耐 忍就是心 在头上有一把刀 忍就是在心上没有把刀 这把刀 时刻刻要挖你的心 你要学会忍 不要去碰它 你心一动 刀就割你的心 所以要忍耐 稳住自己的心 不要动 那就叫忍 一动 这把刀就割你的心 所以叫心子头上一把刀 必须要忍 所以你嘴巴再会讲 你再有道理 跟人家讲 讲到那天花地霜的 都是你有理的话 你还不能学习 好好的学习忍耐 因为忍耐的人 能做最高的境界 能做大领导大老板 哪个大老板不能忍耐 不能忍耐员工 不能忍耐所有的外环境 被人家的侮辱 怎么没有 做生意 人家说你这种产品这么烂的 你还能卖出来 等等等等一切 全部靠忍耐 很多舆论人一辈子苦 25年让一个儿子 在英国成才了 我们有一个花园 老公很早就死掉了 带人的孩子 天天自己打两三份苦工 在hotel里面做hosekeeping 然后就去帮人家做service 就是在家里做用人 没有一天挺着 赚了点钱让孩子养大 结果孩子把他送到英国去读书 出来之后在一个部门做总经理 终于忍耐25年把孩子养大 孩子成才了 妈妈放下整形 都是靠忍耐 忍不住的人生爱情 痛啊不好啊 至少 所以学习忍耐 而且要学习不要报复 因为报复的话 你会让自己更痛苦 你不一定报复 能够让别人痛苦 但是你自己首先痛苦 在你报复之前 你会很痛苦 一直想啊 我要报仇啊 我要报了 我要报了 那个时候每天都在痛苦当中 最后就算你报了这个仇了 你还是很痛苦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电影里面 当你报了仇之后 他很难过痛苦 跑到墨碑上 兄弟啊 我为你报仇了 你看痛苦吧 缘分 一切都是缘分 不要去证 不要去抢